哈喽,小朋友们 今天小彤姐姐要给你们带来一个超好玩的 复仇者联盟 你们快看,这个阵营是不是很庞大 接下来就和小彤姐姐一起来玩一下吧 看,这些人物倒栩栩如生 接下来小彤姐姐就要拆开它咯 现在小彤姐姐就已经把玩具给拿下来了 首先,小彤姐姐要给你们介绍这些人物 咱们挨个介绍 首先要介绍的就是钢铁侠 哇,钢铁侠它一身红色的盔甲 它的哥哥手的关节也都会动哦 看,膝盖也会动 然后,它的脚踝这里也可以动 看起来有点酷炫呢 接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美国队长 哇,美国队长他的衣服是很帅气的 然后呢,他还必须佩戴的就是这个盾牌 同样,美国队长他的哥哥山洁也是会动的哦 那么三大巨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雷神 灯灯灯灯灯,雷神在这里 它呢,有一个很帅气的披风 咱们给它安上 咚咚咚咚咚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雷神它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锤子 它的锤子可是超级厉害的 哇,好帅呀 接下来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咚咚咚咚 绿巨人好客 快看呀 它的健壮的臂膀 看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 它的腿呢,也是会动的 接下来给你们介绍的 应该是很多小男生都非常喜欢的人物 蜘蛛侠 肥炎走壁 土蜘蛛丝 无所不能呢 看蜘蛛侠的手势 咦,是不是这样的手势 就像在土蜘蛛丝一样 它呢,也是一个 我们小朋友们超喜欢的英雄人物 咦,后面的小灯光 还可以亮哦 接下来,咱们再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 同样身穿披风的 幻世 幻世的特点呢,就是它头上会有一颗宝石 也是威力无穷的宝石 然后呢,它有一个黄色的披风 它的身上呢,充满了那种暗红色 现在给小朋友们介绍的这个人物 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猎鹰 看,猎鹰,它身穿蓝色的衣服 然后,它好像是一个黑人哎 这个呢,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都认不认识 它呢,叫黑豹 也是一个英雄人物 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长得和钢铁侠很像 因为它就是钢铁侠的好朋友 战争机器 它们两个都是会并肩作战的 最后登场的就是大坏蛋 灭霸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复仇者联盟3呢 灭霸,它会收集各种宝石 戴在它这个手套上面 然后一个响指 世界就毁灭了一半呢 它呢,皮肤是紫色的 哇,也有很强的灯光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玩具就介绍到这里了 在复仇者联盟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英雄人物呢 可以留言告诉小童姐姐哦 咱们下期在一起来玩吧 哦,对了 千万别忘了点击订阅 拜拜 拜拜